伯爵庄园 望鸡 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嗯 男人坐在沙发上 小家伙正摇晃着站起来 要往他面前扑 蓝望鸡伸出手 握住两只小胖手 小家伙咯咯笑 蹒跚走了两步 扑进男人的怀里 蓝欲望着这一幕 也笑了 这小妞 最喜欢哥哥和小舅舅 还没屁点大 就会看帅哥了 小家伙坐在蓝望鸡的怀里 还会伸手捏小舅舅的脸 搂着舅舅的脖子亲亲 好啦 蓝依依小朋友 你把口水都糊小舅舅脸上了 他可是有洁癖的 蓝欲要把人抱走 蓝望鸡朝他摇了摇头 没事 姐 这家伙 看来你也知道小舅舅要去工作了 争分夺秒让舅舅抱 蓝欲笑着打趣 却还听不懂大人话的女儿 蓝依依回妈妈一个大大的笑容 忘记呀 蓝运坐下来 望着面前虽然目光温柔 却一脸落寞的人 忍不住想说点什么 我觉得西辰说的话 你可以考虑考虑 阿信的心还是在你身上的 他明天就回学校了 你要是想 姐姐帮你安排 让他到家里来 蓝望鸡微垂下眼眸 脸具满目的渴望 他想他 很想很想 可是 他没有资格了 他失去了走到他面前的资格 若不是他的伤害 卫英也许不会那么快与南家俊结婚 也许自己不出现在英国 南家俊也不会想着害自己 归根到底 是自己害了他 是自己害了他 他让他失去了一切 他还有什么脸面再去纠缠他 让他难受 让他痛苦 姐 我 呀 蓝望鸡突然捂着胸口 发出痛苦的一声声吟 身为医生的来源 看他捂着的是心脏位置 顿时紧张了起来 怎么了 忘记 蓝望鸡缓了缓 重重呼吸了几下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声音低雅 像是自言自语 不 知道 突然心记了几下 心里慌得很 蓝望鸡睁大着眼睛 眼底带着几分距异 心记 该不会是心脏有问题 走 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不用 姐 蓝望鸡摆了白手 我出院才做了全身检查 哦 对 蓝运是关心则乱 忘记了这人才刚出院没多久 忘记 工作归工作 可千万要注意身体 别像你妈 一拍戏 就不分日夜 硬是把身体熬坏了 我会的 姐 放心吧 为了让人不担心 蓝望鸡舒展了一下眉心 但心头的不安犹如利人 在扯着他的神经 仿佛有个声音在那喊着 这时 蓝望鸡的助理走了进来 提醒他该出发了 旺鸡 一路平安 蓝运把人送到门口 怀里的小人儿还伸着手 要小舅舅抱 蓝望鸡握了握他的小手 宝宝 舅舅不能抱你了 跟舅舅说再见 下次再抱 蓝运望着女儿可爱的小脸 轻轻笑 姐 不用送了 没事 屋内茶几上的手机响了 蓝望鸡又猛地捂了一下胸口 蓝运回头看了一眼手机 等他转过头来 蓝望鸡以神色如常松开了手 姐 你接电话吧 可能是医院有事 我走了 那 那我不送你了 再见 再见 蓝望鸡上了车 车门合上后 他重重拍大了几下胸口 拧紧地眉心透着隐隐的疑惑不安 车子发动的一瞬间 无力传出惊恐的尖叫 忘记 是中心医院 正进行异常与死神之间的搏斗 魏长泽贪倒在手术室外 除了拨打了那个电话出去 他再也无力做任何事 甚至没有心神区望一眼 那个嗷嗷哭的孩子 其实打电话给蓝运 男人也不知道自己是想干什么 虽然他是这家医院的医生 但他是产科医生 对儿子起不了任何作用 也许 他只是心里慌得很 下意识想找一个人 靠一靠吧 走廊的尽头 脚步声匆匆 蓝望鸡跑在前头 蓝运被远远抛在身后 魏长泽一抬头 一眼望见的便是他 差时 浑身无力的人 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彭帝就站了起来 晦气的拳头重重落在清冷的脸上 蓝望鸡头歪向一边 身体往后踉跌了好几步 被赶上来的蓝运扶住了 魏长泽 你发什么神经 魏长泽没有看他 只是赤红着眼瞪着眼前嘴角流血的男人 蓝望鸡 你满意了 这就是你认为的爱 他现在躺在里面 一声说 就回来的机会不大 话到最后 高大的男人支撑不住 重重倒在地上 蓝运看着眼前一下子像老了几十岁的男人 心生不忍 可难过归难过 意外的事故 怎么能怪望鸡呢 很快 地上的男人就解开了他发怒的原因 老臣说 对方像是故意撞过来了 目的就是要撞死阿线和孩子 什么 女人惊叫一声 随即望向身旁的人 浅眸的眼神 瞬息变换 由一开始的悲伤 惊讶 到狠利 就像是血的魔鬼 闪烁着要摧毁一切的光芒 林亲孙子都不放过 真是人渣 男人气急攻心 一拳挥在墙上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清晰听见骨头卡的一声响 忘记 你疯了吗 蓝运响阻止来不及 只剩下无力的一声责备 魏长泽抬头 望着男人眼底难言的痛楚 动了动嘴唇 终是什么都没有说 虽然没有证据 但他也是怀疑男康年 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 宝宝不是男家的 所以他一怒之下 想撞死孩子 这样一来 魏家和蓝家的仇意起报了 这父子俩太可怕 他当初一定是瞎了眼 还以为儿子放下过去 找到良人了 此刻的他 痛心疾首 追回莫及 可是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魏父眼面痛哭 蓝运眼翻泪光 他蹲下来 把眼前脆弱的男人 搂入怀里 轻轻拍着他的肩 哽咽道 哭什么 孩子会没事的 你这一哭 都不吉利呀 话落 自己眼里的泪 却奔涌而出 多好的一个孩子呀 老天爷 你一定要保佑他 蓝青衡是在会议上 接到儿子电话的 难得他会主动 打电话给自己 蓝副欢天席地 不顾场合 快速就按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的声音 哀伤到绝望 透着冰冻刺骨的寒 只有六个字 我要南康年死